那为什么我们就我们会觉得短视频直播这种兴趣电商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趋势 当然它也有劣势啊 它劣势在哪里啊 有没有跟我说一下短视频直播这种以抖音为首的兴趣电商劣势是什么 很贵 不一定 第一套它就不贵 不够精准 这个也不是最大的那个词 退货率高 对这是一个 我们的价格卖不起来 冲动不起来 这是冲动消费 大家看了刚刚那个 我看视频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我又买了 那万一它太贵了 冲动不起来 我刷走了 我还能刷过来吗 很难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呢 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当市场照应还没到那个成熟度的时候 我们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它也有很多好处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全球的不可逆的趋势 因为大家已经亲历者事长 亲历了过去五年抖音的发展 也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抖音发展得很好 大家都认可 那这个发展 那这个发展能不能够在全世界再来一遍 这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我认为它一定可以 为什么 我们再把它拆解底层一点 第一个 短视频直播是上映的 让人上瘾 为什么上瘾 第一 信息率都高 对不对 我们看一本书 里面几个笑点 两三个笑点 看一个星期 对吧 我们看电影 看两个小时 里面有几个类点 一两个类点 哭着系列花啦 啊 他老公居然把吹在山下面去了 对吧 那但是短视频呢 我们看三十秒一个笑点 上一秒哭着系列花啦 下一秒笑的 哇 好好笑 好好笑 下一秒 哎呦 这个老师长得好有道理哦 还帮我提升了自己的认知 是不是 这四个点反复切换 二十秒一个点 二十秒一个点 你会发现根本停不下来 因为曾经那些 你要看书一个星期才有的点 你要去这个看电影 两个小时才有的点 你短视频可以反复刺激你 反复刺激你 根本停不下来 啊 这个是第一个让人上瘾的点 啊 第二个什么 创作难度低 对吧 其实大家怎么会发现 抖音什么时候开始疯狂的 剪音出来之后 以前用PR剪视频 好难呀 不会剪 现在呢 下载一个ATP剪音去剪就OK了 啊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短视频 很多博主出来的原因 啊 现在海外版的Cat Cut是什么 海外版的剪音 啊 老外呢 也能拿拿手机去剪视频了 很简单 啊 所以人人都想做博主 第三 背景音乐 对吧 我们看到有一些很模型的背景音乐 我们就会去找 然后去去看 然后这个呢 为什么不可逆 从几个点上不可逆 给大家就底层一点 底层一点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对于娱乐的偏好 从冷媒介转向热媒介 什么意思 没介绍什么 看报纸 看书 现在还有多少人还愿意看书的 就是我看看 哇 请大家多多连接这些人 为什么 现在此时此刻这么浮躁的社会 还愿意看书的 一定了不起 一定非常了不起 因为为什么 因为看书这个事情是需要非常调度很强的主动学习能力的 而且看书这件事情在干什么 在做一个解压 对吧 书里面的东西 你根据你的生活 生活的这些商业的这些东西去做一个解压 所以看书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 非常优秀和牛的企业家还仍然保持着看书的习惯 然后呢 但是呢 整个社会不是这样 企业家里一定是少数 对不对 我们真从人性的角度去看 我们都是什么 冷媒接向热媒接 热媒接是什么 短视频 直播 对吧 这叫热媒接 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以前的收音机你也不想听了 对吧 我们也从单位感官变到多位感官 单位是什么 收音机是什么 听觉对不对 没有视觉 变成黑白电视机对不对 然后变成彩色电视机 包括以前的BB机到现在手机 BB机还能回去吗 它是不可逸的 BB机和收音机的阶段是不可逸的 对吧 那我们现在往直播这方面走 往短视频走也是不可逸的 因为我们从什么 从单位感官慢慢的变向多位感官 当我们习惯这个之后 你再也回不去了 然后下一个呢 也是从慢到快 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人在去看 以前看电视 我们能忍受很长的广告 对不对 因为电视嘛 有广告很正常 但现在我们不仅忍不着广告 我们看电视还要加倍速 1.5倍速 两倍速 你看到倍速之后 你就不愿意再就回到正常倍速了 那抖音上也好 听上上也好 大家的视频都是什么 加了速的 为了提高你的密度 加了速的